歡迎來到RAM系統培訓班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怎樣可以在收銀署開發票 在主辦面按銷售 收銀署 當打開收銀署時 郵B會自動走到輸入會員編號的方格 用戶確定發票日期、店舖和銷售員 資料正確後 可以直接輸入會員編號 可以輸入全部或部分電話號碼 身份證或會員名稱 系統將輸入資料轉換成會員編號 右邊顯示會員資料 游標亦會自動去到輸入銷售項目的方格 如果銷售數量是1 可以直接輸入全部或部分項目編號或名稱 系統會提供項目給你選擇 如果銷售數量多於1 可以按Shift和Tab 然後更改數量 再按Tab 輸入項目 項目折扣和金額都會按設定自動計算 用戶可自行更改折扣和金額 折扣可輸入扣減金額或百分比 按Enter 系統會自動計算金額 游標會自動去到下一個銷售項目的方格 方便繼續輸入 完成之後按Enter 等游標去到現金方格 輸入現金付款的金額 如果需要輸入其他付款方法 可以按付款 完成輸入金額之後按完成 最後按完成或列印及完成 成功提交發票 系統會顯示發票編號 如果選取列印及完成 按確定之後 系統會彈出 列印發票的飾養 選擇列表機 就可以列印發票了 就是更簡單 開發票已經完成了